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旗鼓双赢 今天中错算中错吧 跌177点 可是说实话今天这个盘 并不好做 应该说最近 整个反弹的格局 谈个两天 一下子又跌回去 对不对 像这种盘怎么做呢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关键点 像前一天好了 航运股不大涨 今天破底 钢铁股有小反弹 又破底 所以说我说格局 它的趋势是很重要的 那今天的消息算是利多 来看一下 这边 经济日报 台股算加空 有贏 OK 因为 加空单 加空手 筹码面有初步落里迹象 结果 结果今天的格局 直接开低一路走低 主要是因为我们昨天休息嘛 对不对 结果全世界的股市都在跌 所以台湾 所以台湾算是跟着全世界在跌而已 可是今天有一个好 应该说观察到一个对于涨势 对于整个反弹 比较有一丝希望的部分在这里 在哪里呢 今天最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这个图好了比较快 来我们来看一下 前一天 小跌嘛 对不对 今天是不是跌下来 你看哦 它是不是收了一个长下影线上去 然后再加上今天主要是最后拉盘 拉什么你知道吗 拉台积电 其实台积电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 外资的指标嘛 因为外资持股那么多 对不对 另外一个 政府互盘的标的 表示说在这个地 这个节骨眼 我只能说 现在是一个反弹格局 还有没有破坏 我说还有一丝希望 如果说明天 它跌破了今天的最低点 很抱歉 这个反弹格局 说实话 希望就渺茫了 继续破跌的几率就大增 对不对 那现在这种状况 我只能说 格局还有一丝希望 他有一丝希望干嘛 反弹能够持续 像我相信很多人前一天都说 现在这个反弹 或者有的人已经看空了 对不对 那我们有凭有据 之前跌下来 我一直跟大家讲空头空头 到现在为止 还是空头 我一直说现在是反弹 可是反弹我们一样是去做多 对不对 反弹我们还是挑股票做多 我前一天也跟大家介绍 可以买哪一些 可以关注哪一些 哪一类股 对不对 给大家做介绍嘛 那现在怎么样 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 以今天的盘事来讲 我们来看全子股 这个20大全子股 你就看得出端倪了 电子弱 可是重点是台积电 居然撑在平盘以上 其他的都不OK 对不对 你说中华电就不用讲了 因为它几乎都是这样 其他的都跌很惨 尤其是我觉得 我觉得最纳闷的是日月光 居然一路跌 对不对 当初上一趟反弹 我们有跳到有弹啊 可是弹完之后就结束了 而且重点是它一直在破地中 这种状况其实是很不利 整个后世 为什么 因为它格局会从 本来是偏多头的状况 变翻空 这种状况就不适宜介入 我们就事论事啊 我们不会像 不会说因为它基本面多好 因为它之后 可能会赚多少钱 因为它之后可能会成长多少 而跟你说 我们抱着没关系 不是这样 你是进来做 价差的 你不是来领股利的 如果说你是领股利 你也要等够便宜再来买 那OK 可是现在有很便宜吗 我觉得还好 对不对 毕竟 现在还在一万六千多点 我说你在一年之前 你那时候可以想象 这个盘可以涨到一万八吗 没有啊 可是现在已经涨 最高已经到一万八 现在还在一万六千多 你说这个盘有没有跌的条件 当然有啊 为什么没有 对不对 只是说我们不需要去 怎样 先入为主 说现在应该怎么样 我们就事论事就好 来看一下 今天最惨烈的绝对是这个 货柜嘛 对不对 然后你看连塑胶也在跌 我说 所以说你目前主要是整个气氛的问题 气氛上并没有很偏多 所以造成这个现象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类股指数的部分 今天没有一个类股是涨的 看到没有 全部都是跌 连贸易百货 现在不是五倍券可以领了吗 贸易百货也在跌啊 看到 然后最惨的航运跌了7.55% 而且重点是成交比重21% 这种状况 你需要去好好地深思熟虑 你的航运股怎么办 哎 我说下跌出量 反弹量缩的格局 会出现什么 它就是一个空头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 成交量怎么看 顺势量增逆势量缩 那现在是维持在 2700 差不多3000亿以下的成交量 你说这种量 你说它会是个多头量 它不是 可是它会不会有反弹的机会 有 所以说我才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说 目前整个反弹格局 还不算完全破坏掉 还有一丝希望 只要没有破 那一天的低点就没事 好那这边来看哦 来我们回来大盘的K线图 你注意看 它出现这种状况 就是它出现来回震荡的几率是高的 可是格局上 它目前反弹的条件都还在 还不算整个破坏掉 为什么 因为今天拉了一个下影线 表示什么 表示说市场的资金 对第一档 是有买盘的 然后就像是你高档有卖压一样 就倒过来看 来我们看一下之前 像之前这两天 之前这个时候 这一段期间 它一直有上影线 看到没有 表示什么 高档有卖压 才会出现一只 上来就有卖 就卖盘出来 才会出现所谓的上影线 那现在刚好倒过来 下档有什么 有买盘 所以说变成说它下去之后 有买盘把它买上来 一样的意思 所以说今天 你说如果它今天收最低 我会一直跟你讲 反正结束了 可是它今天收了一个下影线 有机会 所以说我们手上 我们之前 我礼拜五那天 礼拜四 礼拜五对 礼拜五那天 今天不是跟大家介绍吗 有一些股票是可以留意的 我等下来跟大家 来follow一下 这些股票怎么样 来我们回来 我说今天拉尾盘 最主要是什么 台积电吧 这张图已经摆出来 半年多有了 500 7到620的区间盘整不变 它中间只有 一次 两次 三次 OK 就这么三次 最近是不是有跌破又上来 可是它收盘 都收在多少 570之上 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台积电的格局还是在这里啊 变成说你会看到 哎 问题是盘偏弱啦 是偏弱的状况啊 可是台积电它格局不变 表示什么 比如说也还不到怎样 整个步入空头的一个状况 上次重挫 在这个时候啊 5月的时候 是因为疫情爆发嘛 对不对 然后你看啊 这次破底又穿透 然后这次又下来 比如说震荡开始出现了 现在就看说 会不会再破这个低 如果没有 哎 维持目前的现况不变而已嘛 有这么好担心的嘛 是不至于 可是类骨之间就差别就很大了 我之前不是一直拿的钢铁跟航运出来跟大家做分享吗 钢铁跟航运来 先看航运 为什么 因为它今天破底 我一直在提醒大家 空头格局明确逢反弹要再买房 前一天 应该说再前一天吧 那天不是说大涨大家很高兴嘛 结果呢 隔天变小跌 然后之后今天又重挫 今天跌多少 整个类骨跌了7.55% 货柜三强都跌9%多 对不对 这个格局就已经是很明确的告诉你 目前就还在跌 然后还有老师在跟你说 不用担心一切的什么 基本面都在他的掌控中 可是重点是 你买的股价一路在跌 你目前航运股 我相信你可能套三成以上 四成五成都有了 对不对 如果说是如此 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报的下去 晚上怎么会睡得着 然后买错了 你就认错 砍掉就算了 我们 我一直跟我的会员朋友们讲 老师不可能每一笔都对 错了 小赔亏损损出掉就算了 你可以买到对的 对的你可以一路抱抱抱 抱到涨了一倍都有 你绝对是大赚小赔嘛 你为什么要坚持在那个不会涨的身上 对不对 这完全不符合整个获利的逻辑 我说老师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希望你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在 不要怕卖股票 为什么 因为你在赔钱 你说我赔个5% 我赔个6% 顶多赔10%好了 我卖掉 好 也不过10% 可是当你已经被套牢了30%40% 甚至于5成的时候怎么办 对不对 在这个状况下 你一定要搞清楚 你要怎么去处理 而不是抱着怨叹而已 我觉得那个没有用 千万不要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 钢铁股跟其他的部分 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它这边既然能够这样子跌破 你看反弹到什么 出量区的下缘 它就是怎样 就是过不去了 就下来 有没有 我前一天来跟大家讲 中钢我们那时候40块 可以跌掉多少 31块 对不对 这种状况 33块 已跌到快两成 对不对 所以说你这边一定要搞清楚 出量是什么意思 那现在都没出量 就卡在那 来回震荡而已 只是说格局是偏空的 那格局偏空 要怎么处理 当然是少量经营就好 因为没有趋势 你也赚不到钱 对不对 像我们现在手上持轨不多 为什么不多 因为没什么行情好做 我干嘛 干嘛要丢那么多钱在里面 你在对的 可以赚钱的当下 你去买多一点 我觉得OK 可是现在不是那个时候 而且现在 老师那一天已经跟大家讲 我就是看反弹嘛 那反弹重点是反弹可以买什么 对不对 反弹买什么 这一张 你要做多要做多这些 什么电动车 5G网通 AI 还有绿能 生计跟运动休闲 前一阵子不是绿能动了一下吗 可是整个量还没出来 重点还是在电动车 我说为什么是电动车 你知道吗 我说每一次产业革命 就绝对会有一群 族群 一个族群会跑出来 像上次 手机变智慧型手机 就是你拿的那一个 阳春机好了 没有荧幕的手机 到你变智慧型手机 那时候创造了一群的 手机族群出来 最有名的当然是宏达电 对不对 长到1300 那之后呢 你说现在是什么族群 电动车的时代 我说我在什么时候看到电动车的呢 我在去年 我记得年底的时候 去年年底 我本来也还没有注意到电动车 可是哪一天突然间看到 电动车应该要出现 因为那时候的Tesla 它的市值 新闻报道 市值已经比Toyota还来得高了 大家知道Toyota吧 对不对 哇 这一家公司卖的车子没有Toyota的几分之几 没有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吧 可是为什么它的市值可以比Toyota还来得高 这就是一个端倪嘛 表示什么 市场的资金已经看到了 也已经确认了这个趋势 对不对 好 这是电动车的未来 好 另外一个 5G网通 对不对 5G网通到现在为止 我相信用5G的人还是寥寥可数啦 对不对 那我什么时候看到5G网通 就是iPhone12发表的时候 为什么 5G手机问世了 而且还是iPhone 用的人一定会变多 可是到目前为止 我相信 大家用5G的还是不多啦 可是它会是个趋势 什么时候会变多 当5G的费用 掉到 你可以接受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时候 它自然就普遍了 这很正常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趋势 好 那我讲 我说 这个电动车的趋势 这个格局 绝对比什么 手机 还来得大 大家想一想 你买一台车 要多少钱 便宜的也要560吧 对不对 好一点了 100多 200 那我问你 你手机一台多少钱 1万多 2万多 最贵了不起 4万多吧 差几倍啊 对不对 它所可以牵动的族群有多少 你会想到 你会想象 我本来是因为一只手机造成全球流行 对不对 现在是电动车是不得不 大家的燃油车 以后都要换电动车 你说这个市场大不大 非常大 这个是100年左右以来的一个大变革 因为以前的车都是烧油的嘛 现在要用电 好吧 那所以整个产业绝对是怎样 一定会往上 只是真正受惠的是谁 我们就要去思考 要去找 好 上一趟 我跟大家介绍了 我说我在6月时候买进的这些股票 包含什么 聚合 包含什么 尼克森 还有呢 新唐 全都是车用电子族群 好 那这一趟过去之后 我们也都赚钱了 那现在呢 从上 我觉得上上个礼拜吧 就是 鸿海的MIH大联盟 开始 突然间秀了一台他们的车子出来 表示什么 他们已经有能力做出一台车 什么意思 他们可以接单了 不是这样吗 只要一开始接单 就表示他们开始赚钱 为什么 因为这一些公司都是已经stand by 在那边等 等什么 等单子进来而已 懂意思吗 对不对 所以我才跟大家介绍说 我们可以买什么 留意什么 MIH大联盟 来 我那天跟大家介绍这一档 有没有 今天还涨 涨不多 可是格局已经出来了 我说 你看 那天才跟大家讲 突破 突破中间这个颈线区 有没有 这个叫什么 底部完成 而且刚好是过季线 有没有 那我说突破分两种 一种是跳空过去 一种是带量长红K 那它这个状况上 已经算跳空过去 好 可是它有拉回测一下什么 支撑在上 表示什么 它整个上去的格局已经完备了 这个量 也比它多了 对不对 今天呢 大跌 177点还在这儿 还在涨 表示什么 市场资金非常的看好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档 是不是它 乙胜嘛 一样啊 它也是MH大联盟 然后那天跟大家讲 出量 一路往上出量 它越出量是越往上涨 看到没有 今天也是过新高之后拉回 好 然后还在手稳在这个长红K的一半以上 表示什么 表示目前的格局完全都还是偏多的 所以你一定要去观察说 到底现在可以留意什么类的股票 电动车大家都在讲 电动车这么大一块 你要选哪一个 你要从它的成交量去观察 你要从它的基本面去观察 好 你会看到那一个营收突然间暴增 表示什么 它单子进来 我们可以这么思考 对不对 你要做掌事 你要有标的 你要有基本面 你要有题材 老师在那边帮你找 好 找到这些题材 然后切入 刚好在一个关键点的时候去切入 你就做一个顺势 它趋势对了 你就做一个顺势交易就好了 对不对 这样子自然会赚到钱 而不是在明明在一个跌势的时候 在跟你讲说 现在很便宜 可能去买 它会更便宜 而且重点是 你说 怎么去了解说 这个老师的操作 会不会OK 看你户头的库存就知道 如果你的库存可以套到20%以上 甚至于30% 40% 那就是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 它没有出 它不知道什么叫大赚小赔 对不对 我说老师从一开始上节目就跟大家一直在宣导 跟投资人们分享说 你要怎么做到大赚小赔 对不对 大家去思考一下 我说老师我说 我最多赔10%我可以出场 为什么 因为我只要后面那笔赚10%就回来了 可是当你赔50%的时候 我问你 你要赚几%回来 你要赚一倍才回得来 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差太多 那表示说 这个观念就不对 你这样做就完全有问题 所以说你要怎么做 你包含了你要挑的对产业 挑的对公司以外 你还要怎样 你还要去思考说 哇我做错了怎么办 绝对会做错的啊 谁做股票不赔钱 我问你 你说老师我抱着 没有卖就不赔钱 我说如果是这种观念很抱歉 你可能错一次而已 你就一路抱到底了 你之后就没机会 懂意思吗 千万不要有那种错误的逻辑 我只能这么说啊 因为老师在教课 我很负责任何告诉你 你要怎么做 你才会赚到钱 好不好 希望大家在看节目的同时 也可以吸收到这个观念 好希望今天的课程 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 今天节目到这为止 谢谢大家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顺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